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树 这个车子原厂出来以后 还有一定的这种引擎输出的 它有一个一般这样慢慢上去 从一档二档三档 然后有转速相关之后 到了一个最大输出的峰值 峰值之后它会保持一段时间 在这个峰值上一般来讲3000转左右 木马人大概在1500转开始到2500转左右 当然从实际的感觉的话 我觉得应该在3000转开始 3500转4000转这样子 开起来是很爽的 像个小跑车一样 V63.6 285匹马力的这么一个引擎的感觉 当然不管2500也好 3500也好 它出厂之后有这么一个转速的最黄金的比例 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知道特别是木马人这种车肯定要改的 一般加大轮子加高 加高之后车子风阻会变大 本身木马人也是方方的车 轮子加大之后 轮子本身自重会变很大 再加上风阻再加上其他因素 这样原来的一个峰值 或者说原来一个最好的比例的这么一个东西就被破坏掉 当然这里面最核心一个东西就是前后轴轴比 轴比这块 像木马人基本上就三种 3.21 3.73 还有4.10 4.10只有卢宾有的选 在原厂的情况下 当然接下来唐大叔要说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来讨论 或者来反对或者支持 唐大叔自己开了不同的木马人原装 改装各种下来之后 自己有这么个心得 原装吉普的话 可能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选3.73 我不管你两门还是四门 那这时候又来到自动挡和手动挡了 如果你是原装的吉普 手动挡的话 3.21还过得去 如果两门的话 四门的话基本上就太肉了 用唐大叔的话来说 开起来没有吉普的感觉 这是两门3.21手动还过得去 如果自动就感觉有点肉了 有点像 因为自动挡是五挡的变速 你有点感觉用不到五挡 一到四挡 这个转速高一点 动不动就觉得车像斜坡 或者一些情况 它就自动帮你降挡 就不是很爽 那好了 说到这个呢 3.73反过来 你两门的话 开起来很有感觉 如果是原装车的话 甚至有点像小跑车一样 感觉马力很足 这时候如果你加大轮子 33没问题 35呢 还可以 还可以 就是不差 也不是说多好 刚好还可以 那到了410这个轴比 就挺有意思 只有卢比肯有 那它这个手动挡 只有4B 410的这个轴比 连373也不能选 自动挡呢 标配373 你可以升级410 当然有这个例外的情况 就唐大叔刚刚说的 如果你的卢比肯呢 像朋友那种 他们就是打猎而已 它不需要改的很夸张 33寸轮胎 那就刚刚的还适用 有可能的情况来讲 原厂 可以选就选最高的 非卢比肯呢 就选3.73 卢比肯呢 就选410 未来这个改车呢 留了一些空间 但是唐大叔刚刚说了两个例子 一个加高 一个大轮子 这些呢 一个加重了 一个是风阻变大了 那另外呢 还有大家要加脚盘呢 前后金属的这些东西 那又加重量了 所以刚刚那个东西又推翻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就涉及到改轴比了 唐大叔手上 一直拿着这个东西呢 一会儿我会放个链接 就是呢 现在的JK 那这个东西有个黄金比例 大家一边看图一边来说 那左边呢 这一排呢 是轮胎大小 右边呢 横过来的这个是轴比 接下来这三个颜色呢 就代表了这个车开起来的感觉了 可以这么理解 在蓝色里面啊 就唐大叔像小跑车一样 起步很快 很猛 那越野的时候呢 扭力也很大 但是急速上去的时候 可能你百公里就要 这个转速 对吧 那里的数字 就写的是转速 可能就转速很高了 那这样呢 可能油耗会高一点 而且速度到一定的 就上不太去了 那在绿色呢 特别是头一两格 那应该是比较理想的状况 或者在中间 这都可以的 就唐大叔刚刚说的 如果是35寸轮胎 自动挡的四门 还是可以的 就有点这种感觉 再下去就完蛋了 如果321呢 你换个37寸轮胎 大家可以看到 连黄色都是直接到白色 那基本这车 永远就三四档 这么开着了 所以又废油 开起来又不爽 咱们可以简单来看看 一个比较常见的 一个情况 35寸轮胎呢 如果你是373轴笔呢 那大家看到 这是黄色这里 就是勉强还可以 对吧 如果两门的话呢 我感觉有点像绿色这种 没问题的 如果你是两门的 自动挡的373轴笔 所以大概是这样来看 所以也不要想到过于复杂 唐大叔当时 做了很多研究 论坛看 最后我最后定的呢 我是个四门的沙哈拉 加高了两寸 33的轮胎 我就换成410 跟卢比肯原装的一样 因为这台车 不打算继续改了 如果说有些朋友 故意呢 他看着这个表 都会改上一档 那这样将来预留 假如说今天我跑35的 有一天 我这个可能会跑37 我就预留出来 平时当然也比较爽 急速差一点就差点 越野的时候就有优势了 所以越野的朋友呢 如果说这车平时不开 只越野他甚至跳两档上去 对吧 那一般来讲 可能都跳到5开头 513呢 甚至更高的 56级的 这个58级都有可能 那当然了 如果大家车还没买呢 那就别说改周比这个事了 可以找唐大叔 广告也不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 那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点赞 如果还没订阅 记得订阅了 喜欢呢 或者你有朋友 这个木马人 有这个话题在关注呢 可以跟他分享 非常感谢 我是白石木马人 唐大叔 我们下回再见吧 拜拜